我們現在把這個威力導演準備好之後呢 您怎麼把它叫進來 您先看一下 我們威力導演的基本的操作的話 它主要都在這邊 有沒有在左手邊 功能都在左手邊 那第一個您現在看到的就是所謂的那個媒體的內容 也就是您待會需要的影片啦 音樂啦 甚至圖檔 你都是會到這邊 真正的主要的編輯內容在下面這裡 主要編輯內容在下面 那右上角這個就是它預覽的視窗 那原則上呢 它的製作方式 目前用擷取的比較少 也就是說像我們傳統的DV代啊 我可能要在做擷取嘛 或者是那個 那有一個也許你可以用的就是 擷取也可以擷取哪裡 Web10 所以如果老師有希望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進來 那編輯完了最後就直接輸出 然後呢 如果有需要就做成光別 不過說真的啦 最近發現光碟好像用的很少對不對 而且十年前我很努力拍 最近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讀不到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他都告訴你百年 有沒有 柯達的可以光碟用百年 用十年就差不多就沒了 我買的不是那種很便宜的 就是比較好一點的 也是很貴 我以前二十年前 買一片光碟片是250塊 現在是買一桶250塊 可是我二十年前那一片 我以前有錄下來的 還可以讀得到嗎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好 來我們先把我們的照片 那個影片把它叫起來 在這裡 左上角這裡 有一個匯路 把它點一下 好你就找一下你的檔案在哪裡 像我剛剛我放在桌邊上 所以我就找到我的桌面 好你看看它在哪邊 把它叫進來 找到它的娃娃 這裡 好 把它開啟進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叫進來之後 當然你可以看大概的情形 不過它這裡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沒有 有沒有 沒有全部滿 等一下我們稍微簡單 可以修飾一下 沒關係 微信當然還算蠻靈活的 那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不同的所謂的軌道 我們一般比較標準的影片剪輯的話 這個每一個我們稱作軌道 那其實簡單來講 就跟我們一般軟體所謂的圖層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 一 二 有沒有 兩個 那待會其實它還可以再增加 那另外呢 除了有兩個視訊或聲音的軌道以外 你如果有字幕的會放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T 對不對 然後呢你再往下走 這兩個 不一定要照它這樣放 因為一個是音樂 一個是叫旁白 對不對 所以你要放哪一個倒沒有什麼關係 這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要做去背嘛 你可以先挑一個背景 比如說我想要放在這裡 或者我們剛剛不是有做好另外一個那個 錄好一段影片嗎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現身了有沒有 你就可以 到影片裡面跟大家同學做講解的嘛 你看我先丟一個圖片進來 那你丟進來之後 如果你覺得這個時間太短 你滑鼠 就移到哪裡 移到後面有沒有看到變這樣 移到它的結束這邊 有沒有可以拉長 因為是圖片嘛 所以你拉長多久沒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拉長之後 我再把我的影片疊在它上面 也就是 這個 我現在確定沒關係 你看 這樣進來 這一個2會疊在1的上面 這樣清楚嗎 它顛倒過來 就是下面的是疊在人家上面 這樣 照這個順序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疊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做去背 有沒有發現後面就有了 對不對 當然我這個影片也不見得一定要那麼大 我可以怎麼樣 可不可以縮小一點點 也可以啊 你不見得一定要用全尺寸的來啊 這樣我可能會擋到我們的教學內容嘛 對不對 這樣 有感覺了嗎 但是 如果這樣直接做 效果是比較差 所以我們還要稍微把欄目把它怎麼樣 大家去背一下 這樣沒問題 我等各位一下 你先安排一下 看你怎麼樣 你也可以用您剛剛輸出的那段影片也可以 我就在現場做講解 這樣基本的使用應該就OK了吧